焦点十四 生命现象 生物是有生命的个体 可以表现代谢 生长 生殖 运动和感应等生命现象 生物体内的化学反应 统称为新陈代谢 生命现象是生物体内众多的物理现象和化学反应的总和 主要包含了新陈代谢 生长 感应 运动和繁殖的特征 生物表现生命现象时需要消耗能量 细胞是能表现生命现象的最基本单元 新陈代谢 简称代谢 是生物体内所有化学物质和能量的转换过程 包括了同化代谢和液化代谢 液化代谢也称为分解作用 是生物体内的分解作用 生命现象所需要的能量来自于大分子的分解 这种利用分解大分子以获得能量的作用称为液化作用 同化作用或称为同化代谢 是生物体内的合成作用 生物体皆有特殊的构造和组成分子 经由液化作用所释出的部分能量 就是用来合成所需要的大分子 组成个体的结构 维持个体的生长和发育 这种由小分子吸收能量合成大分子的作用 称为同化作用 生长 生长包括细胞数目增多 细胞体积增大 以及个体体积增大 当生物体的合成作用多于分解作用时 同化作用大于液化作用 可使其细胞数目增加 细胞体积增大 以及个体体积增大 个体便表现出生长现象 各种器官的生长速率互有差异 例如身高和体重的生长 开始时速度较快 然后逐渐减慢 最终停止 神经系统的生长 儿童期的速率较快 约9岁时几乎已发育完成 生殖系统的生长 12岁以前生长缓慢 以后逐渐加快 自青春期达到最高速率 直到完全成熟 感应 生物体能感应环境变化 并产生适当的反应 大部分植物的反应很不明显 但部分的植物对于环境变化 光线强弱 重力方向 碰触干扰等 有明显的感应 例如含羞草的叶片被触摸 会有合拢的触发运动 动物则演化出复杂的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 来负责感应 辨识并处理外界的刺激 例如蛇的头部具有狭窝 狭窝对于温度特别敏感 可建议找寻小型哺乳动物 动物的运动目的在于寻找食物 躲避敌人 寻找配偶 动物界中的不同物种演化出不同的运动器官和运动模式 以适应生存环境 例如鸟类的翅膀用于飞行 鱼类用起游泳 灵长类用灵活的四肢在树式间攀爬跳跃 植物的运动较不明显 但是仍可观察得到 例如金的相光性 豆科植物叶片的睡眠运动 捕云草叶片的捕虫运动 适应 生物的构造和机能必须能适合栖息的环境才能生存 例如仙人掌的叶特化成症状 以减少水分散失 避免金被动物啃食 鸟类的体分必有羽毛用于维持体温 骨骼中空用于减轻体重 都跟四应空中飞行有关 生殖 生物体生长和发育到特定的阶段时 由氢带产生新个体的过程称为生殖 生殖可使生物体的数目增加 使族群延续 生殖并非维持个体生命或健康所必须 若将动物体内的生殖器官切除 对个体的生命或健康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生殖的方式可区分为无性生殖和有性生殖 无性生殖 不具有生殖细胞的结合 而是由母体直接经由有氏分裂产生新个体 例如分裂生殖 出芽生殖 断裂生殖等 然而人类的一个受精卵在进行细胞分裂的过程中 若分裂中的细胞互相分离而成为两个或两团细胞 那这些分裂的细胞或细胞团以后各自发育而胎儿 就形成了同卵双生的现象 可视为一种无性生殖 有性生殖具有生殖细胞的结合 有性生殖是较为普遍的生殖方式 必须有配脂形成和受精作用 有性生殖的特征是在产生新个体的过程中 必定经由受精作用 而使得精脂和卵的细胞和融合 例如人类的卵在受精后 受精卵会发育成胎儿 视为有性生殖 立体 生命现象有其特征 下列合者未被归纳为生命现象特征 答案是B选项 一种生物之间讯息的沟通 未被归纳为生命现象的特征